我听你们说你猜里面有什么东西 希望福利 我希望可以拍一个 可以 我可以不 我去剪掉啊 剪掉 卖我的美丽 我的气质 我的 智慧 我跟你说 我这两个月丢了四个被子 真不见了 没了 没看了 找盖子 真的叫假的 我没有吵 我没有吵 在正式翻包之前 如果出门只允许画一个部位 看看少女们都会如何选择 眉毛 绝对是眉毛 我可以不涂口红 可以让别人觉得我 惨白 苍白 但是绝对不能没有眉毛 出门只能画一个部位啊 口红吧 我觉得 不对 等一下我在想想 疫情期间因为要戴口罩 你画口红你也看不到 然后露穿你只有眼睛 如果只能画一个部位的话 我可以从画 我可以补洗脸 我可以补洗脸 补洗脸 呃 不是剪掉啊 剪掉 就是一定要涂防晒 出门 化妆只能画一个另外眉毛 为什么呢 这有为什么呢 许多女生都是这样子吧 口罩一戴都支出了 但是眉毛就会露出来 眼睛也还好 就是眉毛不能少 嗯 嗯 我个人呢 如果会画眼睛 觉得因为嘴巴没有涂红 也可以戴口罩吧 哈哈 但是眼睛大家都看得到 所以要画眼线 嗯 眼睛 一个部位啊 气垫 因为我脸色比较暗沉 最近休息不好 其他就还好 我休息好了之后 我就素颜出门的 来展示一下我的千斤重的白宝箱 这个包真的是鼓鼓的 而且很重 有重量 看里面有啥 听里面是你猜里面都有什么东西 首先 万能的墨镜 墨镜是我一般出门 尤其是坐飞机的时候 逸工 然后我有我的牙套盒 然后还有是笔笔 然后我有我的这个薄草 然后勒 其实平时是还有这个在里面 为什么我需要能装的包 就是因为需要装这种大砖头 你知道吗 我的初恋宝 然后补妆的话 平时我带的化妆品真的不多 我一般就是出门就是一个口红 一个眉笔 还有一个小腮红 一个镜子 这个是我们凡泛同学安逸的 这个鼻筒 我显示我们团应该人手一个吧 然后还有树头水 平时要是吃了比较重口味的东西 可能需要稍微树一下口 试着 然后就是一些这种必备的东西 女生这个头发 其实我一般手上会有一个 但我包里面有再加一个的原因 基本上要么是有人跟我借 要么就是被借走了以后 自己没得加 所以再多备一个 那阴阳我吗 你在队号入座吗 然后创可贴是我最近开始带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还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个东西 这个是假片 就是万一要是抠掉了 但是又急着去参加什么活动 来不及年的话 这个还挺蛮好用的 没了差不多 还有什么 这就是我的白宝箱 我看一下今天带的什么 这个相机 一不可小 平时给自己拍照拍风景什么的 然后呢还有一个那个 一个读卡器 就可以直接把相机里面的照片 然后自己倒到手机里面 然后就是直接就可以发微博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当当当当 这个是眉甲片 对就是那种带果冻胶的 你看我们平时拍摄啊 经常眉甲换的特别快 但是这个指甲 其实还行还挺健康的 因为用的是这种非常方便 然后就可以用一次 或者是两次的 然后这种果冻胶的这种美甲片 还有什么呢 还有养生人 养生人 红身叶 平时啊 因为就是拍摄熬夜啊 经常睡不好 然后会带些红身叶 然后就是喝一点来补充一下体力 这样子 希望有用吧 疫情期间口罩必不可小 虽然啊我打了那个疫苗 但是我平时出门 我还是会坚持戴口罩 哪怕就是坐个车到达目的地 就这么点距离 我还是不会戴口罩的 也希望大家都能戴好口罩 做好防御 今天的开包结束了 没有了 就只会戴这些 我平时出门 我今天拍摄就是有化妆老实在 就不带化妆 但其实也是有了 你要说的话 有还是有了 口红还是会戴的 对就是我小卡子 这个你们装就干嘛了 就是我平时啊 裤子就是可能有的时候 我买裤子就是很累 就是因为有的时候 买到我这时 把这个腿长 刚刚好看它腰就特别大 然后呢我就会买这样子 然后可以抵在这边裤子上面 它可以有个收腰的这个作料 它是有点类似于那种 皮带的那种感觉 但是它做的都非常的好看 所以说有时候会再包里面 放两三个 有的时候还可以把别的衬衫上面 没有了 真的没有了 请你的粉丝朋友问一句 就是你的照片打算出什么时候放出来 就是里面有一些照片呢 是有些物料还没发 然后呢都在里头 对就是等物料发了以后 才能发我们的一些新的一些造型 这样子 然后希望大家能多关注我的微博 然后就可以看到我更新的照片了 有的时候会更新一下风景 你知道吗 因为你的那个微博 马上就要突破七百万嘛 然后曾经一直监用你的七百万福利 七百万福利 我希望可以拍一个好看的舞蹈视频 希望能出一个牛年第二支舞 哈喽玉姐 今天我们要突袭一个分包检查 可以拿出你的包包来 让我们检查一下吗 对 对 包 说实话 你就是假包 就放在旁边 哈哈 我放了我们按在这里 好 我的包很无聊的 我觉得没有什么东西 粉饼 纸巾 纸巾 然后 隐形眼镜的那个 这是叫什么 对对对对对 然后 蚊 然后 防蚊帖 我特别招蚊子 你看我腿上 这全是蚊子包 然后蚊子咬了 然后留了把 所以我就 就带着防蚊帖 然后钥匙 还有个这个 这是之前我忘了蚊子 送的一直放在包包里 我的挂样 然后没了 空了 嗯 那你平时也会自己编织一些小包包 然后你会背自己编织的包包出门吗 我编织的包包吧 就是有点不实用 装不了什么东西 所以我就没没背出门过 嗯 比如说你比较喜欢着蚊子的口红的 口红啊 我说实话 我有点分不出来口红的颜色 在我眼里口红就 红色 蚊子 橘色 粉色 对 其他的我觉得都差不多 因为经常我朋友叫我带他买 买那个口红啊 然后他就试蓝颜色给我看出这两个好看 我说这个有区别吗 就是 我就看不出来区别 嗯 这是我今天背的包 然后来给我的包一个特写 看里面都有什么神奇的东西呢 登登登登 空不拉机 只有一盒耳机 因为对我来说 除了耳机 没有什么东西是必需品 而且包对我来说吧 这是我的整体搭配的一定感 不是拿来装东西的 所以经常我带的包里 就是不装任何的东西 如果我只是下楼买个菜 在逛超市上的 我也必须要带个包 但这个包里可能连耳机都没有 总体来说 我的包 就是蓝装是我的 我最近那个主持人 都给换了几个发色 然后有想好下一个发色 燃什么颜色呢 我现在就告诉你们还有惊喜感 嗯 不说 不说 然后就找出今天的那个装 特别精致 刚才是哪位老师的手笔呢 是这样的 我今天可能得给我的画像师铺两分钱 因为他本来给我画了一遍 然后张亦凡老师又给我画了一遍 可是我画像师又重新再补了一遍 出门就是必须会带来三样物品是什么 带我的美丽 我的气质 我的智慧 今天有可能不是常常带的 但是今天应该是工作了 是的 工作的包包 我带了两个包 我带了两个包 一个就是我的饭饭 做自己的饭吃的 是的 为了健康 然后我的包里有什么呢 我的包里就是有洗面奶 还有什么 还有耳机 是的 然后还有什么 没了 为什么出门会带洗面奶啊 因为我的脸特别容易光明 所以是收工了之后要突然卸妆 所以立刻卸妆 不能平太久 回家就长得多多 所以不行 带了洗面奶 今天的盒饭 在吃自己做的 做的是什么吃的呀 是的 因为最近比较 就是怎么说呢 太怕点外卖 还外点外卖的话 我会点的特别特别油 特别特别胖的那种 就是控不住自己 只要自己做 我刚刚看到包包上 有一只帽 那个是捏捏吗 哪个吗 哦这个 这个是我的粉丝 给我的 是的 好好看 是那个那时候 见面会 和大家见面会 可以银行上面 这边的朋友 这次就给我 捏捏捏 可爱是吗 那如果说我们出门的话 你的包里只允许 带三个物品 你会带什么呢 我的手机是吗 包括手机 包括手机 当然要手机啊 我一个就是带大的手机 第二个小手机 第三个应该是 水杯吗 是的 水杯 丢了 我跟你说 这两个月 丢了四个杯子 四个 真的每天 真的四个杯子 嗯 你今天出门有带你的保温杯吗 我没带 因为 刚刚又丢了 又丢了 然后 买了新的还没到 我的包包 因为我一般东西都特别多 所以我习惯带这种 就是大包 就很多大包 然后 今天刚好那个出差 然后 坐高铁回来 所以呢 我包一个 眼罩 就是我睡觉必备的眼 眼罩 因为我如果没有眼罩 我是完全睡不着的一个人 所以我必备眼罩 还有就是 粉丝的信 对 然后还没有来得及看呢 因为这两天就是一直忙了很晚 还没来得及看 还有 我 就化妆品 这些就不用说了 都是化妆品 都是这种 我跟你说 口红具 就是一个包包要准备 无数个口红 都是口红 但是问题是我 我自己都不知道是这些的 那个颜色的差别在哪里 我觉得都差不多 我的包就是自己 为什么带这么多口红 对 一个包有很多口红 然后 还有一个梳子 然后 还有就是 蓝耳机 还有这个 然后呢 还有纸巾 还有 弄刘海 那不是剪的刘海吗 然后自己没有这个 卷刘海的卷 然后 然后大概就这样吧 然后防拆刷 我跟你说 我要把我包的东西全部拿出来 那真的是 就是 拿不管了你知道吗 都是发妆品 没了 发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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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 双子肌肩 没了 看到有点你就是带一个大包嘛 那你就是里面有小的包包 又来装这些东西吗 没有 因为包包里面有分隔啊 我就把这种笔 啊 断了 眉笔端了 我的盖子不见了 我盖子不见了 但是我这个眉笔怎么就端了呢 我找盖子 盖子不见了 真不见了 没了 你看 我找盖子 大家好我是英雄少女307的张亦凡 今天我们要做一个开包的罗了 好的 那看看准备了什么包包呢 你好奇吗 我准备了什么包包 啪啪啪啪啪啪啪 我的包 很热长期啊 我今天就带了自己一个东西 我今天就带了自己一个东西 我今天没有拿包 因为我平时也很少拿包 我真的什么都没带 只带了一个这个 这鼻孔 然后就是 比如说你看天然很热啊什么 就是点点氛油精 就涂到这 这就很凉快 然后呢 现在我不是 万一人都有味道不好的时候 就 这样 就很方便 轻松上 这就是我的全部 你手机可以 好 今天我的开包视频Vlog就到这里 我的分享结束 拜拜 今天的翻包Vlog到此结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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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